各位朋友好 今天是林卫华大师说谷 大红玉器的第590一集 也就是第590一讲 今天给各位介绍一件比较特殊的玉器 一个玉配 一个大玉配 什么玉配呢 年年有鱼 年年有鱼 知道 鱼在中国人的心目中 除了它是一个美味美食 美食缺不了鱼 鸡鸭鱼肉 还有我们行家经常点了一道菜 鱼羊双鲜 鱼羊双鲜 中国人的字造字很有意思 一个鱼 左边一个鱼 右边一个羊 这个就是新鲜的鲜 非常鲜 fresh 很鲜 这个鲜 这个鲜字的由来 就是少不了这一块鱼 以鱼作为基础 所以台湾四面环海 我们大家最常吃的是西腹 就是海鲜 海鲜的料理 我们都很熟悉 西腹 不管我们北海岸的 富基鱼港 很有名 一直到淡水老街的海风 炒螃蟹 哇 那是秋蟹肥 那是必须一定会去的地方 一定会去的地方 所以咯 这鱼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 它不但是食物 而且是一道美味 那哪里有鱼呢 我跟你讲 除了沿海的地方有鱼 那是必然的 台湾四周黄海 大陆的 福建 一直往北走 一直到山东 河北 都有 你说北方 再往北走 关外的地方有没有 关外闯关东 我们河北人很多都是 跟东北人都有亲戚关系 为什么就当年去闯关东 要是土地贫瘠的时候 或者作物府欠收的时候 都去 往寒冷的关外去闯天下 那时候是男儿自在四方 有些艳召男儿 喜欢闯 闯关东 就闯东北 东北 我讲 东北也有鱼 你看没有 东北人家那个靶头 一捞那个大网子 吓死人了 那个大网子 都有好几公里长 大网子一捞起来 都上万斤了 一个网下去 它标准目标 判准目标 在后城的兵上 招动 招几个动作 然后下网 投标 那个把头都是 一辈子都干这一件事情 那很有慧根 很有这个天分 它一往就捞起来 上好几万斤了 我们亲眼看到 所以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我们都有 在中国的土地上 所以这个鱼子 在我们中国人来说 不但是食物 而且是鲜味 是美味 而且也是一种文化 什么叫文化 过年一定要吃鱼 过节一定要吃鱼 年年有鱼 节节有鱼 所以年年有鱼 是我们的一个 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 食的文化 也是一种什么 家庭聚会 家庭聚会 或者一个团体的一个聚会 常常用这个年年有鱼 甚至于喜庆宴会的场合 在结尾之前 一定要来个鱼扫席 就是最后几道菜 鸭箱底的菜 才出这个鱼 那叫做鱼扫席 酒席上来说 有这么一个说法 年年有鱼 好了 至于 我昨天po的一些细节照片 各位可以继续看 去做比对 在刘卫华的FB FB上 刘卫华的FB 或者大师保障的FB上 我的粉丝专页 大师保障 或者刘卫华 你去搜寻就可以看到 我po的照片 很多细节的照片 因为我这个没法再拉近镜头了 因为我开广角 再拉近它会变形 这样的一个鱼扫 我为什么把它定位在宋 而且是北宋 关键的地方我跟各位讲 前面是谈的文化 就是谈到诗 诗的文化 而且还是我们 我们的一个生活上的一种文化 现在讲究 现在讲到这 本身讲到这块玉 这是一条玉 而且很特殊 刚拿到的时候 一般人 我说一般人 很可能那句话 定位在什么 因为它是抽象的造型 文字非常的少 而且文字 有的也模模糊糊 身上的鱼鳞 也是非常 就是有模糊的痕迹 就是说 看起来就是一个 一个很粗犷 像极了新时期时代 新时期时代 各位晓得 那都像极了大概四五千年前的东西 可是 我们客观的去做评断 我们对一个玉器 我们不能有的时候太主观 你不要用 第一个印象就把它定位 另一个印象固然是很重要 但是你要 压在手上一段时间 你要去沉淀它 沉淀久的时候 你会悟出一番的这个道理 有些玉根本大开门 就不用 你一看就知道 我这个大开门是造型 不是真伪 真伪当然 不在话下 有的一看就是明清界 没什么好说的 有些一看就是良楚的 一看就是红山的 很清楚 一看就是什么 湛汉的 独独这一块玉 我跟各位讲 它不是肯定 我的看法肯定不是新时期时代 它就是我们宋辽金时代 宋辽金 宋辽的语 因为宋辽的文人 宋赵光阴 在城桥兵变 然后什么 黄袍加深 然后他就要把 唐末五代的这个 萧藩 萧藩 就像我们民国苏联也是 军阀割据 各地方的山头林立 那个国家怎么能够安宁呢 不统一嘛 不团结 不合作嘛 还有杯酒士兵权 这个 北宋 它是一个什么叫 不强调武力 强调文化 柔软的神断 柔软的神断 杯酒士兵权 把这些什么 把这些武人各地的藩阵 都消掉 然后统一中央集权 然后他做的也不错 北宋 你看那个清明尚载图 张哲刀画清明尚载图 你就晓得 哇 那时候开封城 多繁荣 多繁华 这百业 百家争荣 百华齐放 那个时候经济 据说 那时候经济 全世界的经济 就是宋朝 在死 不但是在自己的 历史上有个定位 在国际上 在世界上 也是首居一指 所以我们现在看 西方人很喜欢 我们宋朝的文化 西方人喜欢宋朝 第一个喜欢的是五大民谣 因为宋代的文风鼎盛之后呢 文人大家都知道 很有class 文人是很有品味 讲究品味 而文人不搞一些繁文辱节的东西 古大民谣 同意来说 都是一种极简风 又一种极简风 又一种树树淡淡雅雅之间 见其高明之处 我们就以五大民谣 汝瑶为魁 第一名的汝瑶 就是 你看起来他天青色 这跟道家思想有关 就因为宋徽宗 是道家思想的人 他要天的人 道家仲天嘛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天是一个非常重要 所以宋徽宗 梦寐之中 梦到来 雨过天青 云破处 他醒来之后 他就交代他的大臣 雨过天青 云破处 这般颜色做将来 慈祭 你要给我做像天一样的颜色 而且是雨过天青 雨过天青 说来容易 做来难 在那个年代 一千年前 反复实验 反复实验 终于做出来 所以汝瑶向全世界有 全世界各大博物馆 不管是美国大都会 英国大英博物馆 大卫的基金会 或者大陆的北京故宫 台北的 尤其是台北的故宫 最大的量 最精品 全都在这些地方 那后来陆续 有发掘 后来陆续发掘 有在窑场的发掘 那是数量非常庞 也是有一定的数量 而且修复了很多件 那在民间有没有 也有 民间后来陆续续 也发现了一些 但再怎么来说 汝瑶为魁 五大民谣 然后汝瑶为魁 这一点地位是撼动不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宋代的文化 从它实际上可以见真正 我们中国人两样都 可以说是代表中国 代表中华的文化 哪两样呢 一个刚讲的 池气 五大民谣也好 或者青花池也好 元明清流的青花池 或者清朝流行的 粉菜 法郎菜 甚至五产 菜池 所以中国人叫做China 池气也叫做China 另外一个 跟中国文化更深 从 什么时候 从商周开始 富豪目 大家晓得 上方五丁的老婆 是他的王后 那时候还不称皇 王后 是他的王后 而且是他的下面的一个什么 国防部部长 兼参谋总长 有兵权的一个女人 他的目的出来的 青铜器不算了 光玉器 金美的玉器都是和田玉 就755件 你可以想见得到 所以从商周 周代更是 周朝是从文王 古王 周承王那个时候 就是所谓的 周公辅政 周公治理坐月 所以玉器在周朝的什么 我们礼记上就有记载什么 六器 礼天礼地礼四方 所以称为六器 苍必礼天 蝗虫礼地 清归礼东方 赤章礼南方 白虎礼西方 玄黄礼北方 所以天地四方 就称为六器 又称为六理 西周之后 到了孔子东周时期 就春秋战国时代 孔子担心礼崩越坏 就一直叫人家什么 恢复理智 因为孔子的思想 中心思想是个人 这是阿亮唱歌的一首歌 就是孔子中心思想是个人 他反复的一直唱 他行注于外的什么 就是李 就像六 我们讲的 这个 李月摄御叔叔 这个六艺 六艺里面 最强悍的武力 展现武力的 就是射箭比赛 射箭比赛 这么粗犷的 他都还讲 一让而生 退而引 其争也君子 所以你看 而且又讲 克己赴礼为之人 克己赴礼为之人 所以 忠心思想是人 心注于外的就是一个理 所以在儒家思想 是重不重要 太重要 所以玉器上 就可以见真章 玉器为什么有那六气 那就是代表的一种理 就叫做六艺 理天理地 理东 理南 理西 理北 面面俱到 面面俱到 所以 玉器的文化 跟瓷器的文化 在我们中文 作为一个华人 作为一个研究中华文化 或者喜欢中华文化的 你不能不了解 这两样东西 你是不是一定要去收藏它 拥有它 那是看个人 但是你不能不理解 不能不了解 我们看很多 比如说 他不见得是 玉器的收藏大家 他都很懂啊 我们看现在网络上 经常在写文章 除了龙英台 还有就是我们的美学大师 美学大师 这么有名的那个 我们那个蒋先生 他们不见得是 玉器的收藏家 不见得是瓷器的收藏家 可是他们都懂 你看他们的文章之中 偶尔都会带出这些 很精彩的篇章 比如玉器跟瓷器 或者相关的 中国中华文化 行而上者 为之道 行而下者 就为之气了 我们整个中国 就是一种 易经的精神 易经讲的就是 开悟成悟 开悟是什么 典章制度 成悟是什么呢 就是包括这些礼器 礼器 金童器 这些器 在古代这些 可以当做什么 礼器之用的 称之为器 那种不做 当然重要 那个我们 那个玉余是我们随身佩戴 随身佩戴 在北宋时期 北宋时期 文人当道的时候 尤其那个文封典圣 比较相对来说 比较没有这么样的一个 繁文辱吉 比较个人的一个自由 是这样 那文人嘛 我们这个文人 甚至喜欢石头 文人 桌上的石头 那块大石头 所谓的安徽的那种灵壁石 像树房砖上的一块美石 一个山水美石 石头不见了 但是画石头的画却留下来 石面灵壁 石面灵壁是明朝的画作 拍卖的时候 拍到全 等于说 优势以来的最高价 最高价 就师父画 十个角度 画那个灵壁石 就是一块雅石 那石头不见了 那画留下来 所以你看 反正这么样的一个珍贵 所以就知道 宋代文化是流行 这一套 它跟湛汉的玉器 比较繁文儒杰 比较讲究的精工 比较讲究的 这个 它是有所不同 有所不同 唐代的时候 它是强盗是金银器 唐代的玉器 有没有金雕系统 但是还是有金雕系统 像玉带版 像李世民 唐太宗戴的玉带版 台北故宫就有它那个画像 那玉带版是一个城 所谓的玉带环腰 那是一个产生了一个关键的一种 美学上的一种作用 而且也是代表着一种尊贵 除了美学 它代表尊贵 它代表了地位 象征的地位 还是一种理智 一种观智 一种观智 它在羽符志 常在羽符志里面站有相当重要的一个 因为能够配玉的 玉的等级还在金之上 玉之下才是金银铜铁 一直配 所以你看 从来没有看过李世民 带个金腰带 没有 他带的是个玉腰带 玉这么多 到了宋朝的时候 又开始解构 就是把这个旧的制度 比较僵化的制度 比较是 他又做了一番的一个解封 所以老百姓 拥有预期的 或文人 或是公亲贵族 文人拥有预期的更多 甚至于一般老百姓 做生意有成的一些大圆外 所以 那个时代 所以 断它是宋代 一个是从它的整体气型跟文士之外 那个风格 那个style 那个风格 我们讲的 韩话常常讲行运 形状 形至形状 跟韵味 行运就是美少 而且很关键的一点 很关键的一点 但我不希望人家说 抓到一个小点去发挥 一个小点都可以发挥 但整体的行运之外 还有你看它是翘尾巴 宋代的玉鱼 一般来说 它的 一般来说可以利益之外 而且它上部的尾巴比较短 而且是翘起来的 对 给我照一照都忘了 它上部的尾巴 你看是翘起来的 上部的尾巴是翘起来 而且比较短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这就是我们 宋代的 标准宋代的语语 另外你说它是辽经的 尤其是它辽的 我也认同 但都同一个时期 为什么说辽呢 因为辽代的 陈国公主跟驸马 辽代的 陈国公主跟驸马 它们的墓里面 出土的也有玉鱼 但它不是像这样的一个黄色的青 金黄色的青 它是一块白玉 它是白玉 但也就是带一点土青 造型 也是很古朴 也是这种 极简风 所以宋代 我们刚刚讲宋代五大名 而不是强调极简风 从我们的玉鱼身上 开始看到那种极简风 从陈国 从辽代的陈国公主 驸马 合葬的那个墓 出土的那个鱼 跟着造型 八九不离十 我讲八九不离十 是它的那个行运 你不要完全用外形去对照 整体行运看起来是一致 而且用的极简风 用的是什么 抽象的这种造型 所以你断它是北宋 或者同一个时代的 在北方的 辽 辽国的 而且辽国贵族 那是辽国公主跟驸马爷 你听到驸马爷 你就知道是王一级的 就有这样的 所以这个珍不珍贵 当然珍贵 它迥异于战汉时期 而且跟商周时期也不一样 它就是很有宋代的风格 很有宋代的风格 我一直觉得 我们的故宫 我讲的是台北的故宫 我这边我比较熟 我也觉得台北的故宫里面的 那个宋代的预期啊 我就觉得欠缺一点 完整性 比如说它那个小鸭子 它是人为烤皮子 头尾烤得带一点黄 现在在故宫南院 在展展那个小鸭子 那个是不错 带一个抽象的造型 那带一点抽象造型 符合那个年代 而且符合宋代的极简风格 另外一个就是黑脸的那个什么 一只猫 一个青玉 就青玉跟黑 半袋黑的这种 所谓的我们讲的青花料 那个也很有名 大大的眼睛 在黑的地方 黑黑亮亮的 除了这个之外 就是说 像我们那个鱼的这种造型 而这么样的极简风格 能够代表那个年代 你们却没有看到 不管有没有 就算我是没有看到 我就觉得可以补 台北故宫的不足的地方 宋代的五大民谣 为什么之所以让人家喜欢 就是一个极简风格 而且极简之中 它可以观其复杂 像乳窑 乍看之下 它还天青色 但是你在强光之下看 它偏蓝 你在弱光之下看 它偏绿 偏糊绿 它会变化的 而且smoky 英文讲的smoky 看它那个 烟雾弥漫 你稍微晃动一下 它的那种烟雾的感觉 是有若无的那种感觉 深不可测 就觉得 看起来是一个树面的东西 可是你细细地去观察 去品味它 耐人寻味 这个就是一种艺术的一种表现 这就是我们讲的艺术的最大表现 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件寓语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宋代的风格 当然也跟辽国的成国公主墓 公主赋马合照的那个墓 出土的寓语 行蕴基本上是差不多 这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至于它的沁色 我跟各位讲 我最后留一点时间赶快讲一下 基本上玉的 有些偶遇的沁黄色来讲 通常来说是散 那个玉 包括现在的河田玉 人家很多经常去染色 也是染着黄色 或者找那个玉有带皮的纸料 也是找黄色的违规 他们叫做什么 那个叫做撒金黄 撒金黄 事实上 我们先不管现在 我们就是照我的逻辑来 玉呀 古玉它有黄色 它基本上是三个观察点 第一个是熏黄 那明清界尤其清朝的白玉 很白的玉 因为时间的岁月 经过一百年 两百年 三百年 甚至于四百年 这明清的玉 四百年 五百年 白玉 我讲的很细白的玉 它就算没有入土 它是传世 明清界 还有可能传世 更古的就不太容易传世 多半都是出土 没有入土 即便传世 玉 它也会被熏黄 它也会被熏黄 玉值越好的玉 它耐受度越高 但是不是代表它不会变 会变 我们家要是铺那个什么 不管你是铺的花岗岩的 或者铺的大理石 或者是以前讲的帝王石 或者什么石 或者进口大理石 都一样 只要你是白色的 十天久了 你看会不会迅环 会的 我们要面 我们一个人的一生才多少年 你就是 就是说 太老了不管是 太小了是怎么办 就算我们实际能够 handle事情的话 五十年好了六十年了好 脑筋清楚的时候 看 清清楚楚 那才半个世纪 你这放大乘以十倍五百年 再乘以十倍五千年 它怎么没有表 当然 我们就只乘十好了 多一个零好了 五百年 清中叶 明中叶一直到现在 再好的白玉都会熏黄 那个叫做熏黄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撒金黄 撒金黄像这个叫撒金黄 它是整面的撒金黄 还有就是部分的撒金黄 那撒金黄又分为两种 像这种是什么 这种是教场或者是墓地出来的 独木出来的 它是经过了什么 浸涩 变成了这种金黄 金黄 红 这很美的 你看我这边泼的照片 从不同的光的强度我都有照 它有的时候成金黄 有的时候成黄 有的时候成红 金黄红 它会变化 另外一种就是什么 新疆现在出了新的玉 新的玉 纸料的玉 它带皮 皮也是经过了千年的浸涩 然后它虽然是一块新雕的玉 但它留的部分的皮子 那跟我们这个完全的古语 来庆 雕成了之后再受到庆 那是感觉是不一样 感觉是不一样 所以基本上 它分成这三类 基本上它分为这三类 好不好 我想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做探浩 谢谢